有請我們的主委 好 麻煩請主委 委員 我有把口罩脫掉給你看看 對不起 剛剛把你看錯了 沒事沒事沒事 就是沒事沒事 我想今天權動法已經討論了很多次 我有一個具體的請託 也是拜託 關於說小朋友16歲 滿16歲的不分男女 假消息說要去參戰 說要去製造武器 第二個就是說權動法亂面在歪樓 就是說什麼要控制媒體 我剛剛稍微調了一下我們的榮民 一類跟二類加起來有37萬多 如果全台灣有37萬人知道正確的消息 知道正確的邏輯 那這些人光是口語不對 甚至用他的社群媒體 他們很清楚我們訊息傳遞 我想我們的榮民也許也是我們應該 應該要傳遞正確知識 因為他們就是您所服務的 也是您所在一起合作的 大家一起努力的 的這個國人同胞嘛 所以我們是否針對像假消息 很多時候假消息的散播是散播到特定的協力組織 他們在廣外擴一個傳兩個兩個傳三個 像老子道德經一樣 那請問一下我們這32萬還有他的眷屬等等的 這些是不是我們應該針對我覺得也許要跟我們府 院等等大家討論一下該不該 我們不是只有透過媒體這樣子在走而已 而是我們target group這一群人講話真的是有力量的嘛 這些人講話是有公信力 身份經驗等等的生命經驗 我想一下這個關於像權動法這樣子 或者說今天說九成以上 如何如何媒體這樣亂寫 我們是否有管道 應該有吧 我們是否有群組 有吧 我們之前都討論過了 我們有善用我們的channel嗎 我們有善用我們的平台嗎 這個部分可不可以請主委先回應一下 是否可以考慮我們正確的消息 平常時候就把正確消息去傳遞 去打假消息嗎 這是一個channel 我想請稍微回應一下好嗎 這個報告委員 我們雖然不像國防部有軍文社可以發表正確的消息 我想兩方面來回答您 第一個剛剛王委員的 王定義委員的這個質詢 全國老百姓都看 沒有 這個電視有轉播 不可能全國都看得到 這個已經給全民上了一課了 知道這個權動法沒那麼可怕 沒那麼專制 這麼再來回答您的問題 我們應該退補會積極地 更來對於這種不正確的消息 侮辱國軍不但是人格甚至國格的消息 我們要加以駁斥 而且我們聯合外交部 國防部以及我們還有跟媒體的聯盟 一起來對這個事情做一個辯駁 我想謝謝您的鼓勵我們會這麼去做 那至於我們像本身就有很多不同的群組啊 假設說像Line Group 我們有沒有在用把正確的消息必要的時候 必要的時候以及這個消息錯假已經發酵之後 這個是否可以考慮看看把我們這37萬人 我們的這些退出的退出議事官兵這些的 它是我們應該要去說明的嘛對不對 您剛剛也有講了就願意出去說 剛剛靜宜委員說他的這個order 他的訂單已經下訂單給你了 你願意去處理嗎 那我們這37萬是否應該也是正確消息要給他們呢 這個消息一出來啊 我們從李副主委 吳副主委 江副主委 這個臉書上通通都傳播了這個消息 我們各個榮家跟我們都有組織性的 這個Line連結在一起 我們通通都發布了 好 告訴他們這假消息 謝謝 侮辱國軍的 謝謝 大家不要相信 謝謝 感謝 感謝 那我們這次繼續努力 針對這種已經發酵太嚴重 我們真的必要的手段就是要去做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昨天我們北榮 北榮昨天剪採了這個智慧型的手術大樓 是的 那我認為非常非常的了不起 因為看著私人也好 公家的也好 很多所謂的工程等等的 因為通膨也好 因為很多社會上的因素 上漲 物價的上漲 還可以如期完工 其實我認為應該給予肯定 給予肯定 非常的不容易 而且對我們在地的鄉親來講 都表達一個最大的感謝 昨天還蠻多鄉親在那邊 真的是臉書上面都有PO文 當天的觀眾 就是出席的貴賓 通通都給他熱烈的掌聲 是 是 是 這個也要 也要有一句話 也要謝謝主委一直支持 對 這個也要感謝 應該的 對 那但是另外一件事情 我們要討論的 這議題也比較小 但是非常的重要 我想有很多長輩長者 或者是因為出公差等等的工商 他們需要卧床 那我們現在討論的就是我們的護理床 我們護理床分成兩種 一個叫手動床 一個叫電動床 手動床跟電動床 已經超過年限 超過年限 目前統計逼近2000床 是1899床 那我們確認台南的榮家 已經有2000床 已經進度會採購 就是2023年 今年會全部去做調整 那是剩餘的345 我們剩餘345 Total是545 今年會採購 那這個200床 是台南那邊拿去的 那其他的這個剩餘的345 他的分配要怎麼分配 來 包括委員 我就是要講處處長 那345床 我們已經完成了採購的程序 四月份 四月份 對 我再問的是分配 分發到各農家 因為各農家他的需求 還有他的連線超過的數量是不一樣的 但是我們是統籌統構 那4月份就按照各農家的需求 分別的配送到各農家 那怎麼分配 這個是不是可以給我們一個清單好不好 或者有一家特別多 有一家特別少 這是一個問題 那第二件事情 我想Total是逼近2000床 因為隨著時間推移 這個我就要喊2000好了好不好 超過年限的 那我想國家的力量真的有限 但是民間的愛心跟能量是無限的 我想就教一下 針對像我們退輔會 因為這種床我們的照護人員真的很辛苦 他要搬那個職 職業傷害很多 我們有沒有考慮跟民間協力 加速他的泰患 加速他的整個調整的時程 這個有沒有 我一直在思考 這個是可以思考 因為我們看到像我過去 我是獅子會的全國發言人 獅子會有很多的愛心 我同時也是青商會這邊 有很多的愛心跟能量是在的 那有沒有思考 要用跟民間協力等等 加速他的泰患呢 因為老實說 台灣的勞動跟就業人口 也正在老化 如果你要靠人這樣去搬 電動不用電動的 不用手動 要人這樣處理 其實我們都看到 整體的結構面是在老化的 所以我們有沒有思考 跟民間協力 報告委員 加速泰患 我們沒有主動去向 某一個慈善單位去要求 我舉個例子來說 長榮航空的慈善基金會 已經兩次我都參加了 捐贈我們榮家自動的電動床 是 我想這個會影響到慈善機構 大家一起共襄盛舉 這個我想請委員放心 我們會繼續努力 好 我的認知是有需求 我們可以跟外界拿出來討論 是的 我真的期待趕快加速 因為我們真的到護理人員 他們其實常常長 長期又經過疫情 是辛苦的 所以特別是這個電動床 或是手動床 太患太薪是需要是必要的 不能用的等等 這我把需求列出來 有沒有比較Urgent的 這個要快速好不好 是這樣 謝謝您的關切 感謝 好 謝謝